詩嫌觸犯欺詐罪及港區國安法的一一傳媒老闆黎智英 上星期獲高等法院批准保釋,律政司不服就該決定向中審法院提出上訴 中院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包括首席法官馬道立、常任法官張舉能及李懿 在聽取雙方陳辭後,裁定批准律政司提出上訴及臨時扣留命令,排期二月一日審理上訴 而黎智英則須即時還押,不只提過黎智英作為攬炒派的大佬、金主、大台、黨鞭 不能夠同一般的嫌疑犯等同事之,至於下次開庭會否批准他的保釋屬於法律層面要處理的問題 就現階段而言,將他還押是相對最穩妥、安全的做法 誠譽律政司一方在法庭所言,黎智英所涉的罪行牽涉國家安全,關乎重大的公眾利益 單立一次的潛逃,或者再干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任何人均無法承擔 再者,黎智英的控罪最高是可以判囚終身監禁,如同謀殺案疑犯 對於這樣的情況,法庭一般都不會給予保釋 不者看報道,中院三名法官認為,袁仲廷法官當日在批准黎智英保釋時 有可能錯誤詮釋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要求 即除非有充分理由相信涉嫌人,不會再危害國家安全,否則不應該批出保釋 如果現階段容許黎智英繼續保釋,等同認可袁仲廷的裁決 因而認為應該暫時撤銷黎智英的保釋,並繼續還押 可能有人會認為,黎智英既然願意接受極為嚴苛的保釋條件 足以證明她在保釋期間不會干負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者畏罪潛逃 但不者想再次強調,正正在上述兩個關鍵問題上 是不是都有值得相確的地方呢? 首先,當時一個普通的黑暴分子,無名士都可以成功潛逃 以黎智英的地位,吸數,若然她想走,絕對不是難事 尤其以黎智英的財力,隱默 不者大膽估計,就算無理由證件,一樣有能力離開香港 老實說,如果一個人決意要走,會不會交一千萬元的保釋金 就等於不會潛逃呢?不者相當懷疑 再者,黎智英作為攬炒派的大佬、金主、大台、黨鞭 而且與西方以致台灣勢力連繫極深 如果要在保釋期間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恐怕根本無需要拋頭露面或者親自出手 事實上,近日她保釋在家期間 已未揭發頻密會見了李柱銘、何俊仁等攬炒派的政治人物 又見了自己的心腹、親信 誰能夠擔保她在這段期間補下新的指令? 如果她繼續保釋在外,誰能夠預料到她不會保存什麼大雞? 對於一個罪嚴極重的人,不者想說 與其爭論她會不會潛逃,會不會繼續犯罪?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法庭在任何裁決前繼續還押 一次過消除雙重疑慮